新型道上的電電箱 那相關的設備會移至分隔島上 然後第二處是成都街93號至103號 那這個案子的電箱 已經要設計在前面的那個機車停車格的部分 國理上有電信軟要移到變成電箱 可是現在如果照它又是檔道路的 例如說我們優先公園 第二個高架橋下的分隔島 最後不得已才會放在人型道上面 放到人型道一定也會至少讓它保持 0.9公尺以上的寬度 這電箱是我在百貨台電的黨指定 我就達成協議 路面的人型道 函然出來 可以刷刷刷刷刷 我從去年就一直提案說 那個 過去路清理那個亂丟垃圾 要提高法律 可是這個也不能丟垃圾嗎 我再去客人我們再注意好 這個好奇怪的 待會兒就再打 我希望提高法律 那這個案子之前我們有幫我們 國保署會議有跟中央建議 因為這個提到我們法律的修正 那法律如果答應說 他會讓他律底的後續的修正很殘料 建議可否針對超過1萬人的禮民 每個月的理基層工作 就會從5萬人提升至6萬人 基於整理的這個考慮 我們現在是目前最大的能量 是頭來5萬人 每個5萬人跟大家報告 大家就不好意思 拜託國祖盡量做一個調配 新北市的人口不斷的增長 新北市的建設不斷的要大開發 所以在有些的機會 要怎麼懶惰大家 我希望我們要尊結使用 用到對的地方 很多事情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或是在法律的過程 還是會碰到一些評審 甚至包括經費 買租點優先順序 我們有限的財政 如何發揮最大的效益 這是一個能力的政府在整個檔